情况不对劲啊 俄罗斯海军下马了 美国海军连换五元大将 美俄两军立即换将 究竟所为何事呢 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关注中文talk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海军第八特战大队大队长 海军准将近日被解除了职务 这已经是美国今年撤职的第五元大将了 在此之前呢 美国海军第十潜艇大队所属 佐治亚号俄亥俄级核潜艇艇长被解除 第十五驱逐舰中队所属 伯克A型霍华德号驱逐舰舰长被免职 第二驱逐舰中队指挥官被解除 俄亥俄号巡航导弹核潜艇艇长被撤职 这五位指挥官啊 每一个都是身处高位 都属于能够独立领军作战的大将 而美军给出的解职原因啊 也都是对他们失去信心 抑或是他们能力不足 很显然啊 那些身处关键位置的将领 没能出色完成他们自己的职责 而无独有偶啊 俄罗斯海军最近也进行了一次重大人事调整 据俄罗斯官方媒体确认 俄罗斯海军总司令尼古拉已被撤换了 不得不说啊 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到现在 俄罗斯每次换将还都是有特色的 几乎每次撤换的都是最高指挥官 比如从苏勒维军到现在的尼古拉 但是要从俄罗斯军队的架构来看 普京对他们的撤换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拿这次被撤换的海军司令来说吧 在他的任上 俄罗斯黑海舰队损失惨重 不仅齐舰莫斯科号沉没了 连船场中再造的军舰也都没有幸免 在乌克兰针对黑海舰队的行动中啊 乌克兰总是能精准打击 不可否认这其中有外部势力的帮助 但黑海舰队本身的消极也是损失的原因之一啊 现在让这个海军司令来承担这个责任 其实也不冤枉他 那么问题来了 美俄为什么要如此密集的换将呢 前面我们也说了 那些军官被解职的原因 是他们本身能力不足以 让他们受到指挥层的信任 但这只是原因之一啊 有句话说的好啊 退朝之后才知道谁在裸勇 和平时期那些人哪怕不堪大用 也不会被发掘的 可一旦进入实战 这些人的能力水平就会彻底暴露出来 对美俄两军来说啊 这种程度的换将是一种排毒的行为 将那些舔居高位 浑水摸鱼的人赶走 换上真正有能力的人 这充分说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美俄两国正在为真正的战争 在做准备 俄罗斯换将还很好理解 刚刚获得连任的普京 要裹挟着大胜的姿势 推进他的特别军事行动 再获得阶段性胜利 而海军呢 是必要的一环 换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而美国的换将就耐人寻味了 他针对谁呢 去年年底 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上的电子战中队指挥官 也被解职了 理由同样是失去信心 多方推测啊 他是因为在海上的中美电子战交手 美国落入下风 导致了他被撤职 由此可见 美国这一轮换将 很可能也是为了实战 也就是冲着我们中国来的 但是美军换将又有什么用呢 在第一岛链内 中美两军的差距 那根本就不是人类所能弥补的 这反倒是暴露了美国蠢蠢欲动的野心的 大家说是不是呢 好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